青色平台上坐着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个身穿黑袍的青年 肤色有黑细眉细眼 额头上长着两根银白色的尖角 给人一种极为冷立之感 另一个人是个身材修长的白袍男子 他年纪三四十岁左右 容貌俊美至极 一头飘逸白发随风飘舞 中间夹洒着一缕耀眼的金发 更增风姿 最后一个是个红发红须的老者 弯腰驼背 手中处着一根赤红拐杖 一副老太隆忠的样子 黑袍青年看着面前的水镜缓缓开口 这意象倒是不小啊 活动竟然能传递到我们这里 这股强大的神石波动 莫非是老古神的地盘上 什么人突破大锣境界了吗 白袍男子神色淡然 摇了摇头说道 若有人突破大锣 天象断不会如此之小 看起来倒像是有什么人 修炼某种神魂秘术 大成导致的 黑袍青年文言 细眉微醋 看了白袍男子一眼 哼了一声 白袍男子也没有在意 转头看向那红发老者 问道 女兄啊 你怎么看呢 这 此事确实有些古怪 不过那里既然是 古道友的势力范围 按照约定 我们也不好插手啊 白袍男子文言 摇头一笑 颇为无奈的开口 今日是我们四人 百万年一次的巨手之日 古道友已经连续缺席数次 现在他的领地上 又出现这种怪事 也不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古道友一贯神神秘秘 无需在意呀 此时黑袍青年冷声开口 老古神的事 柳兄也要过问 他管得倒是很宽呢 前些日子 柳兄在岸兴山脉的一个分支 突然动手 将那里的一处 重足的领地尽数占领 此时柳兄如何解释啊 我说左兄 今日怎么如此针对刘某 原来是因为这事啊 你我后代成千上万 遍布着一片亿万里蛮荒 本就由他们自生自灭 此乃物敬天择 何必理会呢 若左兄对此事耿耿于怀 派人再抢回来就是了 既然如此 今日一事 该说的也说差不多了 左某就先行一步了 黑袍青年说着豁然站起身来 身形一晃之下 便已经没入虚空 不见了踪影 左兄脾气还是这般大呀 柳兄啊 那余某也就先行一步 百万年后再会呀 红发老者也站起身来 手中拐杖一挥 平抬虚空浮现出一道白痕 然后徐徐朝着两侧拉开 现出了一个空间通道 红发老者神色从容的脉步踏入其中 虚空裂锋立刻弥合如初 白袍男子健壮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喃喃自语 这小子胆破倒是不小 既不前进也不后退 反而在原地修炼起来了 也好 就看看乐而认的这个人族大哥 究竟有几斤几两吧 白袍男子说完抬手一挥 白色水镜 砰的一声碎裂开来 发为漫天闪闪的金光 如雨而下 在金光闪动中 白袍男子的身影 从山顶消失无踪了 此时深渊之中 寒厉这一番参悟啊 足足花了十几日的时间 以他本就远超同阶金仙的神念 结合炼神术第四层大成后 对神念的增强 神念强度自然符合修炼第五层 至于肉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第五层功法呀 却是晦涩至极 其中有不少的地方 看起来更有些冒险 一时半会儿 寒厉有些无从下手 但结合之前煞气环境 对神念的刺激 寒厉倒是想到了一种 类似于偏门的手段 若能有 比此前更为强烈的 射魂阴风相符 或许便有继续增加 神念的可能啊 一念其此 寒厉挥手收起了玉剑 站了起来 身形一动 继续朝着深渊下方飞去 结果没飞多久 他眉头便微微一皱 并且随着越往下探 他眉头皱得越更紧了 出乎寒厉的预料啊 下方的阴风 非但没有增强 反而有慢慢变弱的趋势 虽然煞气愈发浓郁 但是没有了那种射魂阴风 脑海中的幻境 已经无法再出现 寒厉面露失望之色 随即身形一顿 返回了上方阴风最强之处 盘膝坐了下来 看来只能以平常的方法 尝试修炼第五层炼神术了 半年的时间一晃即逝 当寒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脸色看起来有些郁闷 我这半年时间来 不眠不休地苦修 进展却仍然极为缓慢 不但和刚利用煞气幻境 修炼炼神术的勇猛精进 无法相比 连和以前修炼第四层的进展 也相比 也是大不如从前了 这种进展缓慢的情况 修炼前三层的时候也出现过 但随着时间推移 不断地参悟摸索 还是一点点修炼成了 只是眼下时间紧迫 继续修炼下去 显然不行了 韩力略以沉吟之后 单手一掐绝 身子微微一颤 接着周围浓郁的煞气 立刻朝他蜂拥而至 倾刻间淹没了他的身体 韩力耳边轰的一声 仿佛听到无数妖兽 冰死的凄厉惨叫 与此同时 一股阴冷凶利的气息 从各处朝着的体内渗透而去 韩力深吸一口气 并未运功抵挡 一股股浓郁的煞气在他体内乱窜 所过之处 肉身经脉 麻痹刺痛 好像无数小刀在搅动 韩力眉头微皱 很快又舒展开来 取出了一枚精进修为的丹药浮下 然后缓缓运转起悬煞鸣鸣宫 突然呐 呼的一声响 韩力体内积蓄的煞气 尽数激发而出 身上浮现出一层浓郁雾气般的黑光 流转不停 让人望之心惊 黑光和周围的煞气顿时融为一体 附近煞气立刻狂涌 在韩力深洲 隐隐形成一个漩涡 涌入他体内的速度 顿时更快了 此刻韩力四周被黑色煞气淹没 体外也像是穿上了一层厚重的黑雾外衣 皮肤上随之传来一阵 针扎般的异样之感 随着悬煞鸣鸣宫的不断运转 韩力体内的一股股煞气 立刻停止了乱窜 朝着一处汇聚而去 形成了一道宏大的煞气洪流 韩力口中闷哼一声 眉头顿时紧皱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先前的那一股股煞气分散 虽然对他的身体造成一些痛楚 却不甚强烈 现在这些煞气汇聚到一处 痛楚自然也叠加在一起 成倍增长起来 好在除了这难以忍受的疼痛之外 暂时似乎并无任何其他的异样 韩力勉励地忍耐之后 还是能够通过这些煞气 去冲击他的第62处翘穴 这毕竟不是我自身积攒的煞气 属于外来之物 我的身体本能地会产生抵触 这些外来煞气也只会更加凶猛 更加肆无忌惮 其中蕴含的诸多阴冷恶念 也会不断地冲击我的石海 意念 丝毫不介意将我的校学彻底冲垮 石海彻底撕裂 但是时间紧迫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就是要利用这外来煞气的狂暴冲击力 快速冲开仙窍 还不够 还不够 韩力眉头紧簇 紧咬牙关 双手法掘飞快地掐动 周身乌光大放 煞气涌入的速度顿时暴增一倍 他体内传来的痛苦顿时也暴涨一倍 韩力心中一沉勉强忍住刀割般的剧痛 疯狂吸纳着煞气入体 一波接一波地疯狂冲击仙窍 此时深渊上部呼啸之声大作 煞气狂暴卷动 混乱的气流将两侧崖壁上的妖兽尸骨纷纷扫落 在半空中碎裂派来 化为点点骨粉和灵魂 洒落下来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聚拢在四周的煞气开始变得稀薄起来 反倒是凝聚在韩力四周的煞气 变得浓重凝湿起来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三月有余 这一日深渊中突然传了一声长啸 千余里深处韩力悬于半空 后背肩胛骨下方一道小型漩涡浮现而出 疯狂吸引着从深渊上方俯冲而下的天地元气 层层涌入那处漩涡之中 十数息后才悠悠停止 当金光异象消失之后 那里就多出了一个金色光点 正是第六十二处仙窍 韩力心念一动啊 朝着那处仙窍探查而去 只见里面除了凝聚着大量的仙灵力之外 漂浮着那缕黑色煞气也明显了许多 终究还是与本体煞气贯通的仙窍有些不同啊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